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波函数我们称它叫做行进波 这里用负号的话它是代表正X方向行进 这里用正号的话它是向负X方向的行进波 那么V刚刚我们介绍 最开始介绍V等于Lamina乘F波长乘频率 后来我们刚刚前面一页 就讲的是Omega of K 这个关系一定要记起来 这个很重要 常用的 好所以以后当我们用波函数 表示一个特定行进波的 波函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假设波函数的形态 是一种正弦函数 你这里写Sine也可以 这里是Cosine也可以 并不是说你叫它是Cosine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最后要看看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 跟X位置 特定的位置跟特定时间的时候 它这个值是多少 把它带到这里 你可以求出 这里是YM 我这里写成A 我有两种表示法 所以这里 这是YM 这也是YM 你可以把YM跟PHY求出来 你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你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也可以把YM跟THETA求出来 等到这个都决定了 比如说这个是90度 或者是0度 那这个就确定了 你这个确定了以后 这个也确定了 所以它要利用某一个 特定时刻 跟特定位置的函数值 来求这两个 两个常数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它这个 我们讲的坡数 它有时候叫做坡数 Wave Velocity 有时候又叫做传播速度 叫Propagating Velocity 有时候又叫做像素 叫做Face Velocity 好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种 叫做向量 叫做Facial Facial呢 它会告诉我们 以后 以后我们在处理坡的 叠加状况的时候 就是一个坡 两个坡 比如说 同时在一个戒指里面传播 那么这个戒指里的坡呢 我们知道就是 这两个坡加起来 那我们用向量来处理的话 就是Facial来处理的话 会简单的很多 你如果用三角函数来做的话 非常麻烦 我们等等会有例子 OK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行进坡 你不管是写成这种 Sine的形态 还是Cosine的形态 我们都可以把它呢 就是说 这种形态的坡 假如我们是在某一个 特定的位置 就是X等于某一个特定值的时候 我们站在某一个 戒指里面的某一个位置 来看这个坡的时候 那这个坡在那一点介绍 那一点的震荡 就是针对时间的震荡了 因为这是一个定值 这个也是定值 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把KX加Fi 我们把它写成这种 这种小的Fi的形状 就当作YM Sine Omega T加Fi YM Cosine Omega T加Fi 写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函数各位一定很熟悉 这什么函数啊 物体做什么运动的时候 是这样函弦运动 对不对 Simple Harmonic Motion 那么就是这个Fi要等于KX加Fi 那么什么叫向量呢 它是向量有某一些特性 它跟我们的Vector向量很相似 例如这两种量都有大小跟方向 也可以用键号来表示 但是向量 Facial跟Vector不同的就是 向量可以在空间平移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向量 我可以把这个向量移到这里来 不过移的时候不可以乱移啊 它的方向不可以改变啊 你把这个箭头平行的移过来 但是Facial不能移动啊 Facial呢 因为它的间尾呀 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圆点 我们移动 我们称它圆点 它可以绕着圆点转 但是它不可以移动 如果它在圆点 Facial 剑尾绕着某一个圆点转的时候啊 那这个Facial我们就称它叫做Router 叫转子 叫转子 这个图在哪里 我看看 图在这里 就是说你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Facial 它的箭尾固定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箭头可以在这个地方转动 那于是这个就变成 转子 转子 这个表示它的转动方向 叫做Omega OK Omega 各位看到这个图啊 你可以把蒋印上这个图拿出来 我们现在看前面的 如果T等于0的时刻 向量于水平的夹角Five 这在任意时刻 在任意时刻 时刻T 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 时刻 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这个箭头在这里 就转子的位置 就转子的位置在这里 它经过T秒 以Omega的速度旋转 就旋转了 比如说30度 旋转到这里 旋转到这里的时候啊 那么它在横轴上面的这个投影 就等于这个 这个 我们称这个 这个最大值 这个叫做Y 或者我们称它叫YM 那么它就等于YMcos 这个是Omega T减30度了 这个写错了 从这里到这里是30度了 所以这个角度应该是Omega T减30度 Omega T加30度 看看 Omega T减30度 Fy等于30度的时候 Fy等于30度 它在这里了 在这里 Omega T 我们就说 它在30度的时候 它的箭头在这里 于是 它就在 于是 它的水平投影就是 YM 就是Y 我们刚刚那个字写Y 其实就是我们的YM cosOmega T加Fy 我们不要讲 不管那个30度 就是Fy Fy角 那么它的 向量箭头 在垂直轴上的投影呢 怎么搞的 就乱跳一通 好 它在这里的投影 你看它 它在Y轴上的投影呢 就是跟着这个跑 30度的时候是这么大 发现30度 当它跑到这个 90度的时候 90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Y 横轴 我看看 cosOmega T 应该是零 cosOmega T 应该是零 我看看 这是正旋波 正旋波应该是 是这个 余旋波应该 我们看看应该是这个 零的时候它最大 我这个 这个方向路返 零的时候这个最大 然后越来就越小 越来越小 它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这个是在纵轴 纵轴上的 横轴上的投影 纵轴上的投影 是这个 这个 零的时候呢 这个投影是零 对不对 然后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是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说一个Router 以Omega的角速度 在旋转的时候 它在横轴上的投影 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是余旋函数 在纵轴上的 在横轴上的投影呢 纵轴上的投影 是正旋函数 就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好 那么现在我们重新 这个地方 我们又说这个 称这个叫做向 Face 或者叫Face Angle 向脚也可以 那这个Fine呢 我们称为初向 或者Initial Face Angle 叫做初向脚 好 现在我们 这个Face 用在哪里呢 就是用在 我们来处理波的叠加性 波叠加性 如果有两个波 在某一个指点 产生的位移 分别是这个跟这个 就是说 它是同一个介质里面 传播这两个波 当它同时经过 某一个指点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T的 我又打错了 这个是T 这个也是T Y1XT Y2XT 那么这一点 要怎么震荡呢 第一个波说 你要用Y1XT 这个函数在震荡 第二个波说 你要遵照Y2XT在震荡 那么这一点要听谁的 两个都听 我也按照第一个波 也按照第二个波在震荡 加起来 但是这两个波 还是保持有原来的一切特性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波 叫做具有叠加性 我们举例来说 比如说我们听音乐 你听喇叭吹动 喇叭的声音 你听到这个 小提琴的声音 你知道这是小提琴在演奏 你听到大提琴的声音 你知道大提琴在演奏 如果一个管弦乐团 所演奏的音乐 好多乐器都有 那这些每一个乐器的波 都到你的耳朵里头去 你听起来的声音 会不会变 就是说喇叭声音不见了 变成别的声音 喇叭还是喇叭 小提琴还是小提琴 不会变 这个叫做波的叠加性 它虽然两个加起来 但是它个别的特性 不会改变 波都有这个特性 像光波也有 可是我看到这个同学 张三过来了 一个人来 我知道认得他是张三 张三 李四根呢 在他旁边单独过来 我也知道是李四 这两个人一起走过来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王武啊 不会啊 我还是一看到就是这两个人 对不对 我看到猫是猫 看到狗是狗 那两个人一起走 不会看成猪啊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坡都有叠加性 个别都还表 特性都还保持在那里 这叫做叠加性 好 现在我们再看 既然你有叠加性 那么我有两个这样的波 你看这个 正幅不一样 我们先用frequency一样 然后这个initial phase不一样 好 同时 在一个介质里面传播 那么这两个波就要合成了 加起来 合成就按照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叠加性了 好 就是说Y呢 是合成波 Y1Y2是原来的成分波 我把它加起来 到底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三角函数来计算 就是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 不好加 你必须要把这个先展开 这个也展开 这一项展开成这个 这一项展开成为这个 然后我再把sin omega t 有三 omega t的项 把sin omega t提出来 然后其他的加起来 把cos omega t 有cos omega t的项 集在一起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怎么加 怎么处理 我们就是比如说 我令这一项 用Ym cos alpha来代表 Ym alpha是另外一个数 那这一项呢 我们用Ym sin alpha来表示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 那么Yt就可以变成这样子的 第一个这里用Ym cos alpha带 这个用Ym sin alpha带 然后这个Ym都一样提出来 这个就可以写成副角 Sin omega t的项目 Sin omega t加 alpha 刚刚我们说Ym是另外一个值吗 到底什么值就是这个值 alpha也是另外一个值 对不对 alpha就是这个跟这个 相比 这个处上这个 我们就得到 得到刚刚这个 它的合成波就是这个东西 合成波 Ym跟O alpha就是那样的表示 你看这样多麻烦啊 两个波叠加就够麻烦了 你如果有三个四个叠加在一起呢 不是更麻烦吗 对不对 所以用三角函数来做 不是不可以啊 只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用Router 现在我们看看 现在我们用这个项量来处理 项量来处理 我们先看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它的成分波 这个成分波 两个项量 就是这个项量 我们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 它的大小是这个 它的角度呢 是alpha1 alpha1是从这个 写错 这个应该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alpha1 alpha2呢 是这个 这个地方 好 那么 我们看看 这两个相加 就好像两个项量相加一样 那我们从这里来看 你看这个 它因为它其他的 它有特性跟向量是一样 跟Vector一样啊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平行四边形知道 从这个 两个 对 两个对顶角 画一条箭头 这个就是它合成的YM 那合成的YM呢 到底等于什么东西呢 还有它的方向 alpha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 好 我们看这个MN MN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 是这个的投影 在这边的投影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跟这个一样 就是YM1 YM1 YM1的投影在这里投影 所以 MN呢 是等于YM1 这个都写错了 这里写M1 那个地方写M Y1M 这个没关系 这个写错 好 这是YM1 cosα1 所以YM1 Y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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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2 YM1 同样我们看YM2在两个轴上的投影 YM2在横轴的投影就是OM 它就是YM2cosα2 NL就是这一段 它是YM2sinα2 那么OP就是这两个向量的核向量 它的大小我们称它叫做 核向量大小叫YM 它这个角度我们称它叫做α 从这个图上我们知道 YMcosα 它在这里投影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 OM加MN 它是ON OM加MN 就等于 这个加这个 那么它的 纵轴上的投影 纵轴上的投影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NL加LP 那就是这两项的加起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 我们说现在YM等于什么 YM就等于这一项的平方 加这一项平方 那就是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你看这个值就是我们刚刚 刚刚用三角函数不就得到这个值吗 对不对 好 那这个α值等于什么呢 那就是这一项 除这一项 那就是这个 也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的这个 你看这个多方便 用这个做 非常的方便 它不但可以做两个 如果我们有N个正旋坡合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N个坡 加起来平方 N个坡 这个加起来平方 然后整个开平方 这很容易做啊 这个 这个 每一个坡 每一个成分坡的 成一个 每一个成分坡在横轴上的投影 加起来平方 这个每一个成分坡 在重轴上的投影 把它加起来 平方 这个 这里少了一个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 扩湖 这里应该有个扩湖 再开平方 那这个就是 和尘坡的政府啊 那你把 这两项 这两项 比一比 那它就是 就可以得到这个 阿尔法 阿尔法 OK 好 这就是N个坡的 余轩 或者正旋坡的 合成坡 这多 多简单啊 所以用这个 非手来 来处理 坡的叠加 叠加性的话 很简单 好 现在我们 再介绍一个 复数 跟向量 既然我们用向量 来 来表示 坡的话 因为它在 要处理坡的叠加性 很简单 那我们就 继续就看 向量呢 可以用复数来表示 因为向量 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讲这个坡 一个是向量在横轴上的投影 它是用cos来表示的 在重轴上的投影 是用sin来表示的 我们其实只用一个 不是用cos 就是用sin 好 那现在我们介绍一个 复数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面 横轴叫做实轴 重轴叫做虚轴 这个面我们称它叫做 复面 complex plan 复面 横轴上的数目啊 都是实数 1234 负1负2负3负4 重轴上我们都要加一个j j就等于 根号负1的意思 根号负1的意思 上面是j1 j2 j3 j4 然后这里是 负j1 负j2 负j3 负j4 这个是这个 有一个 复面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好 一个复数呢 复数比如说 a是一个复数 我们就在上面打一条横杠 横杠 表示它是复数 ok 好 你如果不打横杠的这个a呢 它就等于这个复数的绝对值 等于它的绝对值 也就是说 这个复数的大小 好 复数呢 比如说我在有一个数目是在这个地方 a 一个复数 大小在这里 就是 就是它正好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复数在 复面上的坐标呢 a1 是十轴 须轴 是ja2 这个就是用直角形来表示 这个是直角形 直角形 好 我们也可以用 这里这么多一个a在这里 也可以用这个 极形来表示 极形 我看看有没有写漏了 后面 这个叫直角形 这个叫直角形 直角形 极形写漏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a啊 这个复数的a 它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a 然后再来一个角度 角 角度 θ 就表示它 跟这个 箭头 跟十轴之间的夹角是θ 等等我们会看到实例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假如我用直角形来表示 如果我用直角形来表示的话呢 那么a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里头的a是什么 我们称它叫做 这个复数的实数部分 the real part of complex the real part of complex value a a2呢 是虚 a2 也是实数 不是虚数 a2本身是个实数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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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虚数的 实数部分 好 那么这个 称为 称为 这个 复数的 虚数部分 应该是 a2 ok a2就是这个 这是实数 它是 这个复数的 虚数部分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 这个 实数 所以 复数的直角形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real a plus j imaginary a 这是直角形 你一定要把这个 把它 弄熟 ok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极形 极形就是我刚刚说的 有大小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向脚 θ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复数 它的大小是什么 是5 它跟 十轴的 夹角呢 是30度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 那B图就是 一个 复数是这个 那么 可以 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A 复数可以写成2 大小 然后角度呢 是负 50度 好 你往 我这个 这个箭头 打错了 这一头应该是这么算 从这里往这里 箭头从 走往这边是正的 往这一边就是负的 ok 好 这个 这个 大小是7 然后它的角度呢 120度 这是第二向线 如果在这个向线呢 大小是4 然后你可以按照这个算 这个算过来 它是负120度 你也可以从这里算 这样子算 它是240度 这就是极形 ok 极形 好 我们 现在再看 直角形 的复数 与极形的复数 可以互换 就是说 我知道极形的 一个负数的极形 我现在要写成 负数的直角形 要怎么写 或者说 我知道负数的直角形 我要写成负数的极形 要怎么写 因为我们在处理负数的时候 负数的加减 是用直角形 来做 比较方便 如果要处理负数 如果要处理负数的 乘除 那就要用极形 所以同一个负数 看它做什么运算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来表示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 以至直角形的 负数是这个 那我现在要画成极形 怎么办 画成极形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大小 要知道它的 角度 对不对 那大小就是等于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那么它的角度 就是 Tangent Tangent 这个重当节 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 Tangent是一条 是等于这一段 除上这一段 这一段大小 这一段的大小 这不能画过 这一段大小 所以从这里来看 Tangent 是等于A2 和A1 所以 Tangent 就是等于A1 和A1 那么它的大小呢 就是A1 Square 加A2 Square 开始 更B是定义 所以 这个形状的 不是写成极形的话 就是这个 如果我已经知道 一个复书用极形表示 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 我怎么知道A1 和A2 那很简单 你从这里就知道 A1 是等于A的Cosine C A2 是等于A的Sine C 所以 极形 画成直角形 就变成这样 这个 要 我想大家都学过了 现在我们 就是把它复习一遍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 下一次我们就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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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